8月28日,李天一等五人涉嫌强奸一案在海淀区法院进行了首日的不公喀审理 由于案件备受关注,庭审的首日,海淀法院周围便聚集了全国近百家媒体现场报道 早晨8点50分左右,押送李天一等人的警车到达法院 除了双方的辩护律师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外,李天一的母亲孟哥可以说是焦点中的焦点 28日9点15分左右,一身花衬衫,拎着名牌包,戴着墨镜的孟哥 突然出现在了海淀区人民法院西边的路口 西边在场早已拉起了警戒线,但现场还是一度失控 孟哥瞬间便被在场的媒体团团围住 而疑似是齐保镖的四位男子则全程开导并不时地推扫媒体 整个过程中,面对各路媒体的多番追问,孟哥只是稍微低了低头 全程一言不发,几步地进入了法院 由于该案涉及未成年人和个人隐私,根据法律规定 法院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经海淀区人民法院通知,被害人杨女士明确表示不出庭 而依据相关规定,法庭也认为被害人未到庭不影响该案开庭审理 在庭审中,公诉人就起诉出指控的事实 先后对三名被告人进行了单独讯问 但《资胡娱乐》了解到,庭上五名犯罪嫌疑人均不认罪 且证供互相矛盾 李天一当庭否认殴打,否认与杨猛发生性关系 并说自己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 而被告王莫也否认殴打,认为是嫖娼 但被告大卫则说,在车上李天一打了杨猛击耳光 在房间,王莫还踹了杨猛击脚 庭审现场的孟哥也当庭发火,认为魏某的律师李赛科误导了魏某说李天一打人 双方发生了争执 在庭审的举证执政阶段 针对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上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法庭听取了各方意见 并经评议后认为,本案证据收集程序合法,不存在非法证据 而98人员张某某也到庭作证 并回答了各方提出的问题 8月28日18时45分,法庭宣布休庭 定于29日继续开庭审理 而院高律师田参军在审讯结束后也表示会有最新消息 这也不能说了 从那个到明天,明天完下午精神揭露之后 可能会发布提供账本的信息 可能活着发布可能就能插漏一些比较前的信息 今天老师都不能插 田老师,他们说那个 发生证词不一致,这个是真的吗? 这也不能说,今天不能说 正在您意料之中,您有没有想到 您有想法吗? 预料到出现这样的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说,好像说他们是政治和以前不一样 他们反狗了 这些问题的话,现在不能承认了 首日庭审结束后,孟哥独自走出法院大门时 在现场等待了近十小时的媒体,又在组失控 但孟哥依旧一言不发,迅速进入车内离开了款 出来了 别急 别急,要不然我们就社交流略 打外挺 往后,往后,往后 别拿手带了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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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娱乐了解到 参加完首日的庭审后 孟哥又赶到了中国剧院参加总政歌舞团大型歌舞晚会 以青春的名义 在晚会中 孟哥献唱了《祖国永远祝福你》 虽然几个小时前 孟哥还在庭审现场发火 也因为庭审结束的交往 赶场时间较为紧张 不得不一路小跑进剧院 但孟哥在登台表演时 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 光彩依旧 出场时 甚至还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搜狐视频娱乐爆爆为您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大鹏